何云伟辱骂观众是干儿子 让郭德纲损失惨重 八一礼堂事件到底因何而起 2009年已经大火四年的郭德纲 率领德云社弟子在天津八一礼堂举办专场 和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为了捧新人 演员的出场顺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前四个节目由并不出名的演员登台 较为出名的何云伟 曹云金 郭德纲最后出场 据现场观众回忆 第一个节目表演完 观众反响还不错 可随着第二第三个节目结束 现场开始出现退票声 我们不是来看小辈说像什么的 我们要看云自辈的人 甚至还有观众骂骂咧咧的离场 眼看现场观众情绪越来越激烈 何云伟被紧急叫上台就场 或许是为小辈出头 又或许是发泄心中的不满 何云伟上台就杂瓜道 今天我带爱奇红的干儿子来了吧 一开始观众还没反应过来 可谁知何云伟又继续说道 哟 干儿子今天来的还不少 此话一出 观众们算是彻底炸锅 眼看场面闹成一团 何云伟脸上也有点挂不住了 草草地把段子说完下台 而后台的郭德纲也做好准备 开口先说了这么一句话 安抚观众的情绪 我们天津的观众 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 这几句讨好的话一出 观众的情绪也渐渐缓和 随后郭德纲搭档于谦上演了一出八马卦 这才将闹剧平息 不过此后不久 等于社天津分社就宣布倒闭 因此不少人将原因归咎于何云伟身上 等于社天津分社开业半年就倒闭 真的与何云伟骂人有关吗 2008年 郭德纲信心满满的到天津开办分社 然而不到半年就已关门告终 于是不少人将原因归咎于八一礼堂事件 认为是何云伟逞一时口舌之快 这才得罪了天津观众 事实真的如此吗 对此 郭德纲给出的解释是 都是钱的问题 当年等于社虽然已经火了 但资金并不充足 只能采取合作分成的模式在八一礼堂定点演出 可后来随着情况的发展出现了差错 卖了十张票却只收到四张票的钱 于是慢慢的双方就闹掰了 按郭德纲的话说 对方欠自己的钱到现在都没有还清 虽然说郭德纲的话 粉丝并不认可 但此事过后 郭德纲足足等了13年 才终于在天津重开德云社分售 其实这也不是侯云伟第一次发言不当了 早年间 侯云伟退出等于社 就曾内涵郭德纲对不起自己 以至于李京廷后都当众黑脸 一日为师终身为富 怎么叫为富呢 就为之付出 付出 我收你的徒弟 我要为徒弟付出点什么 让徒弟得到收益得到好处 论相声功底 当年的侯云伟确实要强出其他云子科弟子一大结 但论情商也确实很低 辱骂观众不承认郭德纲的付出就算了 还在事后拜侯耀华为师 可谓是把忘恩负义权势的淋漓尽致 侯云伟商演翻车 被郭德纲深夜发文嘲讽 2020年 侯云伟在取协的力挺下 开启了个人专场 选址也非常有意思 就在郭德纲的发迹地天桥剧场 这让不少人直呼 火药味十足 当年侯云伟大张旗鼓地退出 德云社还扬言自己的实力不输郭德纲 欲创出自己的一番事业 然而他和理经创办星夜 向着会馆没多长时间就倒闭了 之后开始投奔主流 拜侯耀华为师 这次开个人专场 本以为能够狠狠地捞上一笔 结果票价一降再降 上座率惨不忍睹 郭德纲知道后 在深夜发11字暗讽何云伟 见狸猫儿当虎看 方宝无鱼 意思是凡事不可大意 要正视对手才不会出现闪失 可以说何云伟这次惨败 是大家都预料到的 一直以来 何云伟都表现得很自傲 不管是无小逃养嘴 欺负岳云鹏 还是给郭德纲摘字 都可见何云伟没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曹云金六千字小 长文也有写道 郭德纲最疼爱的弟子就是何云伟 不仅不骂他 还偷偷给他开小灶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 郭德纲鹏在手里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的人 到最后来却伤得他最深 因此对于何云伟的商演失败 郭德纲也忍不住发文表示一番 不过对此 何云伟也有自己的看法 商演情况不等于艺术水平 宣称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努力 不要充满铜臭气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这番话说的就是郭德纲 当初焦大博士夫妇参加相声有心人时 郭德纲就曾说过这样一番话 什么叫成功 只有商演才是成功 公式相声专场 在上海一个体育馆 如果做满了观众认同花钱 你一定就是成功 如果您投资我立马就做 我不能投这个资 因为赔了怎么办 虽然说商演卖票程度 不代表艺术水平的高低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 代表了观众对该演员的认可 不然主流也不会送票 都要办相声专场了